哎呦 不会吗 信任 我呢 我中文名字是科马凯 英文叫Michael Crook 我是1951年出生在北京 我父亲是英国人 母亲是加拿大人 二次大战以后呢 四七年他们就去了这个 当时是禁忌鲁边区的一个小村子 叫十里殿 在那住下了 住了那么个大半年 搜集材料 介绍中国的这发展 就留在中国 就再也没走啊 我妈一百多了 现在她在北京就住了有七十年了 刚才我讲了 我五一年就出生在北京 所以我小时候集体生活印象特别深 住什么桶子楼 我看见 那个时候我们这里头 虽然说有暖气 没有热水 洗澡那边有澡房 吃饭 一天三顿都是吃食堂 物质上啊 那没法跟现在比 现在已经是一个新的世界 人均驱住面积从五六平米 现在起码二三十吧 吃 那吃的甭提了 这个等于说物质水平啊 是个大路腾飞背景 我们大鸿门反正这设计 有点排楼的意思哈 北京京西学校呢 是1994年9月1号 就开了今年正好是我们建校25周年 我希望就是我们京西的这些个外籍学生啊 他们能够对中国这个语言文化有所了解 能够欣赏 也为中国交朋友 祝福生日 从我太老了到我的外孙女 那已经是六代人了 在中国生活工作 中国给我发了一个 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退休金从今年就可以开始发了 这么说我经济也有保障 而且有生之年 我觉得要想做些有意义的事 那就是北京了 一直到老 我是个出生在北京的英国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呢 今年是七十年大庆 我祝愿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腾飞 我祝愿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我祝愿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祝愿中华人民共和国人